就参加过一次在新山区 然后当时区里面说要去请一些在外面混的比较好的人回来 我心里还算是混的比较好的 那回去的时候每个人就在那里讲 咱们也说这个A5啊 各种高速公路修的有多方便 花了20分钟就到区里 那当时一个一个讲过了 快轮到我来 我还有点紧张 当时我就想了 我就要加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讲 为什么我们这个冰山区拆迁 就得800块钱一平方了 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我在想 这个冰山的经济一直发展的不是很好吗 我在想这反正有两个岛 要不有一个岛发展这个国产业 一个岛发展色情业 所以就挺好的 因为这样的话就整个 一边要去东莞 然后一边要去澳门 我其实是真心的 因为虽然这两个行业 在现阶段的法律还是不允许的 但知道有一天我觉得应该是合法的 当时我这么讲 然后要轮到我自己的时候 忽然之间秘书就说 好了这个时间差不多该吃中饭了 然后大家都就去吃中饭了 这次 这次是加定区的 有两位朋友过来 请我来讲这个 然后说 在座的作为老师也过来 因为多都是我比较 比较欣赏的 比较敬佩的人 我想 也一起过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 当时是9月30号 他们过来请我来 讲这个 最后还送了一个小礼物 这个让我很感动 因为这个在国情节的前夕 代表各国家 给我献了一份礼 我觉得很受宠落尽 后来就决定过来 然后我也准备了一点东西 主要也是为了约束我自己 好 胡说八道 给朋友们造成麻烦 所以我决定就在这里 上征诀念一念 因为我也没有什么 特别深刻的东西要讲 纯粹是讲我的一些 个人感受嘛 这个讲的主题 其实也不是汽车 与现在的城市生活 这是临时讲的 我讲的是城市 让生活更糟糕 这个 当然虽然因为我们 生活会的口号 稍微有一些出路 但是这的确是 现阶段的一个 我真实的 生的一个想法 当时跟一个朋友 在吃饭的时候 他是我的一个同学 然后可能他们居里面一块 一块吃饭 然后我全基本食物就吃了 然后我那个朋友 当了一个很小很小的 当时在我们镇上 也不能算是一个干部 就是刚刚进那个 单位里面 然后他当时说 哎呦这个张局啊 我觉得这个是不过的口号 说叫城市 让生活更美好 说这个这个不好 这样就感觉我们原本的生活 不够美好 应该叫城市 就是让美好的生活更美好 这个听得我 反正我觉得在座的文会报 或者解放日报的 应该有朋友 其实有招听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朋友 应该很适合你们 然后呢 我记得不知道 从哪一年开始啊 上海要给每一个区 其实都是要定一个方向 然后我在的金山区 比较不幸是定义成了这个化工业 因为这样污染就会比较严重嘛 但家定是很幸福的 因为是汽车工业 呃这个汽车工业 是一个非常大的 然后非常非常 支柱型的一个工业 而且是非常拿得出手 说实是也特别好听的 所以这方面我是 特别的羡慕家定的 呃然后我记得好像 中江好像是呃那种 呃那种发展的文化 然后很多的地方 比如说呃很多区 我不知道是定乎的色情业吧 然后那个呃 他们说这种民航区 还有南汇区 但是呢这个家定是我们已经年度了来打改三道府 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呃 呃呃呃呃呃的赛车场 然后感谢这个这个赛车场会推动这个赛车事业 中国的赛车事业做一些发展 虽然它现在有些太厚华的一些 但是呢 它当时一度应该是有些虚文赛车场当中最好的 最豪华的 就是世界上最豪华的 后来呢 这个中东建了两个赛车场 是的 就把这个家定的赛车场给提下去了 因为这个要 这个奢华 我们这个中国人 这个中东人还是要稍微差一点 可能这个中东人呢 是把这个石油啊 就是卖到国外去赚钱了 然后中国人这个石油就比较不值钱 被赚钱了 被赚钱了 被说话听不过这个 通通 然后做到这个游 呃 大家都知道前两天的这个游价又涨了 这个全国总议涨了三号 然后上海一国打了 好 嗯 呃 你们上海最近的财政 就知道 这个 然后 所以是用国务力的 可能这个中国不会看 你的小兵可以讲 可能啊 可能 所以老板请问一下 我认为这个 这个 大的问题 这个油的质量 最近 这个质量 特别的好 因为我有些朋友用过之后 老师反映说 呃 这个故事的油 这个油 启动起来很困难 然后 车辆会有些发抖 然后油耗也非常的大 呃 各种的症状都特别像这种已成的起油 当然 我看电视 觉得兔多斯基金们都很幸福 说这个油特别好 而且加了以后 马力又大又成的 呃 呃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 呃 然后不知道有个笑话大家没有听过 就是关于巴改委打飞机的笑话 呃 没有通过 就有人发现这个 这个巴改委啊 只要 每一次涨价 这个国内外交坠毁是飞机 然后第一次涨价呢 是当天 美国又坠毁了一架F-22 第二次涨价呢 当天 把航的A310 对于呢 咱们就发买了 呃 呃 第三次巴改委涨价 当天 是一架 通客15次 在美国坠毁了 第四天涨价呢 是当天 伊朗坠毁了一架 科技 第五次涨价 也就是这一次 当天 印度的 和部长的智商危机 就是 我教你A310 呃 这次涨价前一天呢 我是要从北京飞上海 啊 一平巴改委涨价了 我就赶紧改前了一天 嗯 所以我觉得 我恳求在这个 和平和平的年代啊 这个 中国政府不要 随意使用巴改委这个武器 哈哈 呃 还是一部 巴改委啊 涨价长的这个 一步到位比较好 那当时 一步到位是多少呢 因为当年在油价最低谷的时候啊 巴改委提出 就当时 中国的高油价嘛 就要跟世界这个最低的那个油价要挂钩 然后呢 加星星的这个取消了这个洋路费嘛 因为这个蓝油税 说是税赶税 很多人都以为是得到了十块 因为多开多交少开少交嘛 呃 但是我可以告诉广大的说明 这个账啊 肯定是算错的 因为我觉得 你们肯定是不会在国家身上 差到什么便宜的 呃 在短期内 我觉得预养费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 这个很像预期中的目标 我觉得不久的将来啊 油价应该在十块钱一身 然后这个终极的目标 再加上那个通货股杖呢 我觉得应该要到二十块钱一身 这样我们就应该是全世界 油价最贵的一个国家了 到时候上海的房子 如果如愿的能够涨到这个十万块钱 一平方米啊 然后不要记得上海的全国家 就是说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大家就去刮目标 当然我也建议全世界的各大国家 可以持着这种上海人分身的一个居民 采取这个免签 呃 当然讲到最后是科学医生呢 我认为政府是有利的 就跟你说是为了促进环保 因为我们的国家 其实不是特别注重这个环保 但是大家呢 都特别喜欢用环保这个东西 因为任何的账奏品啊 或者说这个缺钱啊 就可以拿着环保的运行去圈一点 呃 多人对环保的概念也非常的不奇怪 我觉得就拿起来说 其实 呃 多人认为太大排量的车 就是不环保 太小的排量 就是不环保的 这个理念 我觉得有很多地方 但是在中国 我觉得不成功 因为大排量的车 除了这个公司 还留外的 加了这个大排量的交费税 再加上购置税 假设是一台三百万的 大排量的汽车 它交的税 大概有一百六十万 这是交的 然后额外 因为这个大排量 再多交的税 应该有三十万 左右 那我想这个三十万 其实是 如果像它的 征收的目的一样 如果都用于这个 环保事业的话 我觉得 其实这些大排量的车主 对环保事业的贡献是很大的 呃 但是呢 当然这个钱用于了什么 我就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了 因为反正 也有可能是自己钱啊 或者什么 因为你没有义气 你也不能说 这个到底是空气啊 有没有进化啊 然后怎么样啊 因为这个 你可能被动的接受这个空气 人家说空气好 就是好的 就没有办法 呃 呃 我现在在做杂志 然后 我的这个 杂志社是在 东方 离开我住的地方 大概二十六公里 我是住在松江 我其实住在松江 跟敏航的一个交接 呃 后来我 还原敏航老师出事儿啊 一块的倒头啊 一块的调部局啊 以后我就很庆幸 是在这个交接处 万一住在敏航 我还有点急心跳的 呃 呃 我每次开过去 要花 两个小时 平均时速是每小时十三公里 我住的地方 是必须要通过一个地道的 这个地道是 新庄和松江的交接处 地道呢 属于敏航区 但是敏航区 没有丝毫要拖宽的意思 因为是两车道嘛 拖宽了以后 不利于敏航的这个房子的销售 因为从松江 或者其他地方 经过敏航 经过那个敏航 才能到达那个市区 如果大家对上海这个区 比较了解一点 你会知道这个 呃 有一天护航高速修路了 然后所有的车都分流到了这个公路 那个应该叫清风 清风公路 呃 那天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 到底是什么原因 当后来才知道是护航高速修路 那天我开车是要去吃饭 请朋友吃饭呢 那我从家里开出来大概是六点钟 我要去的地方呢 是在隧道旁边的一个热购 大概离隧道九百里 我要去吃吃可 那边有个厨房 所以我想起摩托车 因为起摩托车 它没有办法 上海规定是 很多地方都是静摩的 嗯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大城市的人 因为我随身来就是一个乡下人嘛 然后我通常在乡下长大 其实到初中的那时候呢 我还是农村复口 我的母亲是城镇复口 我的父亲是农村复口 然后我父亲是在文革以后的第一年 考那个大学 当时被曹龙斯坦当学习了 呃 不过后来因为他的单演 其实一天的课都没有去上 就在学校里面 呃 那个 教育务室呢 还是医院当时是被隔离了 合日已经多月以后 不确定还是这个单演 然后我们已经退学了 退学了以后他解决了 退学了以后 就还是拿到这个大学的目的 感觉说明可能我们这个父子 都是没有什么上大学的命的 呃 然后他在平民庆的文化展工作 他当时解锋起摄影 还有书法都很好 然后我也受他很多的影响 呃 但是我负责父亲开车不行啊 还好这点上我没有说他的影响 那我不知道当时的户口制度是怎么样的 呃 但是我只知道我的母亲非常的焦虑 因为我是农村户口 他说你这个农村户口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去 连去这个执政户口 要不然以后就去找媳妇了 呃 我也很紧张 我也不知道当时这个户口有这么重要的一个意义 好在现在啊 户口终于不是那么重要了 就是主要是没有一套房子有房屋带 我觉得就可以了 呃 这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呃 因为当时我们互相留了个电话嘛 然后有个电话号嘛 然后有个电话号嘛 就确定当时家里装电话就说明这个家里太不错了 呃 因为那时候装电话也要好几千块钱的那个 那个 服装费 呃 装了电话以后我很气的 我就经常根据同学们就聊天啊 然后有的时候去问那个题目的答案 就是我觉得我家电话什么都好 有的时候听声音有点空灵 一直到长大以后 他知道这楼上我爸妈也在那听电话 呃 我对这种很小规模的这种地方 其实一直是很有感觉 我不喜欢大学院的 呃 我住其实也是一直住在郊区 然后去参加拉帝赛的时候 我对类似上 呃 就这样的龙游啊 或者说少路啊 虽然那些地方经济发展的没有上来的郊区嘛 但是呢 我对那些地方其实很有感情 因为那些地方会给人很有位数感的 很有安全感的一个感觉 比如像上海 上海都会给人安全感和归属感 呃 在龙游的时候 呃 或者说当这个地方开了一个24小时的便利店 你就会觉得心里边温暖 而不是像上海 你看着一个高楼 今天又住了这个中心 今天又住了那个中心 但事实上我的心里是没有自豪感的 我对这些是没有感觉的 我无所谓之处啊 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呃 呃 我当时在北京的时候 我是住在旺平 也是一个听名字决定 可怜巴巴的一个词 一直忘记北京的这个意思 呃 后来到了朝阳区 朝阳区 大家知道是北京的 可能就是上海的最好的那种区了 嗯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是 病毒注定啊 我住的这个朝阳区有点怪 我发现开车去朝阳公园 要三个多小时 但是去通县只要两分钟 可能住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合适 但始终是在郊区 呃 在上海呢 我一直在京山 后来是在松江 嗯 我觉得可能还是天生跟郊区吧 生命永久懒舌 南南的南南的白云天嘛 但是这个 现在乡下很多地方也不是这个白云天嘛 嗯 我觉得城市是一个 外面年轻人影响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上海 经常有记者问我说 中国会不会像国外一样出现 垮掉的一样 我说不会的 首先我认为美国的内在 根本就没有垮掉 只是样子上感觉像垮掉的一样 如果中国要出现怎么样的一代 怎么样的一代 或者说垮掉的一代 怎么样的一代 我认为 首先就是房地产业要先垮掉 然后 年轻人才会有它的理想 为什么中国没有好的公路片呢 一方面是静默了 而且交通情况特别的恶劣 另外呢 我觉得年轻人的理想 它有很大的转变 我相信旅行是大部分年轻人的理想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特别流行流浪嘛 因为那个时候 没有那么大的生存压力 和经济的压力 而且很多年轻人 真的是去流浪的 那个时候 现在如果是要说自己要去流浪的话 我觉得一定会认为不正常了 所以我们在文学和作品 还有桌子里面 经常看到说 交流的人去流浪 而且没有在更新 还是留在城市里交房带 他怎么讲的 前几天呢 我看电视 看到了北京的博主 我朋友观照过 我就不能说 做这种具体的顾问 对 就北京的博主 我查查之类 是 很简单的 但是说呢 这个房价 我们政府是没有办法通知的 因为这个房价 因为我们是这个发展的国家 而且城市化的进程 是在不断的推进 大量的人 中夺城市 所以从房价 这个藏源来看 还是要房价的 但是呢 我们会通过一些税收的方式 将涨价的这一部分 还给民众 这个方式 这个说法 其实特别新预的 说直接一点 就是说本来政府 已经卖定赚了一票 然后开发商卖楼 又赚了一票 现在政府决定再赚一票 一共赚两票 比开发商要多赚一票 但是说房子呢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 因为被大家已经说烂了 我注意到一点 上海的房子的成交均价 是203万 公寓 公寓203万一票 好像是上美月 刚才还有的 在外环线 对 就放在上面 再也没有 一万块钱以内的房子了 当然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 哪些房价 或者是国外的 国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去对比 因为我们 这个总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对不对 但我来搞不清楚这两点 有什么区别 这种好比 我想那个司长说的 那个话 就好比是可能 汽油涨到了20块钱一身 然后我们可能 根据这个汽油 总定再加一个税 然后再多加了这个5块钱的税 以后呢 就225块钱一身 说这个税呢 可能用于这种 公共事业的一种发展啊 或者什么的 反正你没有人知道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法 是非常的新领 很别处的心裁 无论是物业税啊 以后对房价的影响啊 我觉得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认为房价的多少 其实完全是政府决定的 然后是政府的意思 我们的政府 为了维持这个政权的委定 当然要足够多的这个 公务员和官员都得到好处嘛 也就是说行政的成本 是非常大的 政府的收入就靠2块 一块就是卖地 一块就是税收 那只有房价越高 地价才可以卖得越高 所以我觉得房价很难 像别的国家一样 有一个正常的一个选项 所以年轻人可能 只能继续受补了 我也没有办法 那地动卖完了以后 怎么办呢 那可能就是 所谓的增加这个 市场的精彩吧 然后 高房价对于政府来说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好处的 第一点呢 是自己赚的比较多 当然的 第二点呢 是朋友赚的比较多 因为很多的房地产商 没有这个 这么的关系 是做不了这种大的 房地产商的嘛 那第三点呢 反而是 这个有利于这个政权的稳定啊 因为大家都从这个农奴 变成了房奴 所以无论你是低产阶级 还是中产阶级呢 都是害怕失去的 农奴是一无所有的 所以他们完全一无所有的人 容易造反吧 但是房路呢 还有一套房子 还有自己用于这个 养家骨口的这个工作 呃 所以他们最害怕失去 但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啊 全部都是那种 特别害怕失去的人 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 一定是特别稳定的 所以高房价对于加强这个执政定位 还有这个帮助 所以说房价呢 是不会低的 因为你如果 很简单 如果想到房价 第一点政府会有另一项吧 第二期开盘的价格 你不能超过一期开盘的一切日子管制 当然这不可能啊 呃 所以我并不奢望 我们政府会有什么举措 为了老百姓用五年或者十年的收入去买的起床 呃 但是我身边的这些同学啊 尤其是年轻人 因为我最近发现 我老是涨得下钱来 现在我的收入还算是不错的 呃 但是我完全是涨不下钱 因为我身边的同学都到了要买房子的那个时候嘛 那很多人觉得缺一点收付啊 缺一点钱 都会第一个想到我 那其实我也没告诉他们 其实事实上 我自己住的房子也很破 很小 呃 当然我是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才在那里抱怨社会啊 是因为我觉得实在太贵了 然后呢 呃 我觉得他们生活中所有充斥的问题 就是如何将生活过下去 尤其在上海的这个城市里 因为这个城市 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梦想 除非你是富二代 或者说你是这种 无产阶级政党的高官的那种 无产阶级二代 呃 可能 比较好以外 否则 我觉得你是不可能有这种美好的生活的 但这个跟事国会的关系 关系 我觉得并不大 可能这个演讲也有一些跑题啊 呃 中国的大城市就是这样的 它会 它能毁灭一百万个理想 然后呢 用它毁灭的一百万个理想 可能单身出一到两个 所谓年轻的心腹 那可能 把这一到两个年轻的心腹 再去当做一个新的一个理想 但事实上 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这样的 因为我们的同学 无论是生活或者恋爱啊 都非常的现实 这两年 大学扩招了嘛 其实我非常的赞同 因为我 并希望大学扩招能够多承养些人才 我只是觉得这个扩招了以后啊 就可以稀释一下这个大学生当中这种 以前很多脑残的那种浓度嘛 然后 同学到出来的那些学生 其实是非常可怜的 我觉得现在大学生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们第一个出来的并不是 想要忙自己的事业 或者说自己的理想 更多的是被房子走困了 他们更多是想要自己的一套房子 当然一方面是房子可能替代了以前的户口吧 另外一方面是上海这个城市 并不能给人安全带 他们都需要自己的一个窝 这个地方我觉得生活下来 的确不是特别的容易啊 汽车的牌照呢 是三万多块钱一张安全带 摩托车呢 是四万多一张 房子的均价呢 是两万多 然后 但很奇怪 随着世博会的越来越临近 我们的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了啊 出租车的起步费是十二元 公交车是两块钱起步 地铁是三块钱起步 油价是六块钱 一升 呃 这样的话 我就是真的宁愿上海不是一个大都市 因为一个真正的大都市 我觉得是可以安居乐业的 呃 如果你不负贪 不贪的话 我基本上 不觉得在上海 不追太高 或者通行的这个范围内啊 存在安居乐业的可能性 可能 我觉得上海的政府真的把上海 当成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吧 但是 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词 虽然好听 事实上 我并不赞同 因为一个城市 如果它真的是冒险家的乐园 因为冒险家肯定会失手的时候啊 那乐园就是说冒险家也没有什么失手的时候 如果它真的是冒险家的乐园 那它一定是人民的第一 呃 在一世俗行的四个词当中呢 唯独吃不算特别的贵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政府特别高明的一个地方 就让你行不起 病不起 住不起 来不起 学不起 生不起 接不起 离不起 但是它唯独让你吃得起 它让你过不下去 单单都让你饿死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啊 并不是特别适合这种居民居住啊 呃 我觉得这也是在法卫人民服务当成养猪这种事业在进行啊 呃 但可能有人要说 说为什么不习一些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座的作为 包括呃 新闻媒体的同业主 包括以前我们的每个各个领导 其实大家都是把有自己的理想 然后来到自己的工作上 但是呢 到最后也都变成了破虑生计 呃 包括在座的作为 所谓的建设性的意见啊 等最后你发现 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最让你痛苦的事情 因为 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你的建设性的意见 你最后最倾向的意见 有不到任何的回馈 所以 其实这样更加的不同啊 所以 要么做一个歌颂 歌颂 要么做一个批评者 但是我觉得 短期内 还是不要这个一个建设者 呃 真的是为你那么热爱自己的土地 热爱自己的故乡 包括我回去的时候 我家里有一个房子嘛 那边是一个老的房子 我每一个星期都要回那里 我觉得到那里以后 就像到了自己的根一样 那 当时虽然它被一个工业区所包围的 旁边都是小的那个化工厂 但我每次都要回去 回去以后呢 有一天听说这里要拆迁 因为有一个地方 呃 每个地方看中了 每天听说要拆迁 那当时我就不同意嘛 我说 我这个坚决是 你不要常来拆我的这个房子 你多多少钱也没有用的 呃 我爷爷也是 对 那你特别的有感情 那我爷爷也很着急 说 就是啊 你有什么办法 你想想的风标 把我们这个房子拆掉啊 你杯子都住在这里 我说这个实在没有办法 我爷爷是这个报纸上 听说这个 呃 这个 你看这个 有什么可以那么故居啊 所以 听说这个 我还没自己呢 呃 当然我有一个希望啊 就是说 虽然我 我向政府 其实拿了不少的税 真的 我是一个 很德法的一个蜂蜜 我每一本书拿到手的反税 其实都是税后的 我带车也已经交了不少的税 就 我有一个希望 就有一天 万一啊 万一啊 这个是 不吉利的话 那可以可以啊 有一天万一 我不小心 游泳啊 或者怎么样 在好几家里面被淹死了 希望政府可以免费到我的视频 不要这个 再说这个题了 呃 上海最 远东最大的 五流城 呃 黄了 那里呢 还有一个雕妇员 是世界最大的雕妇员 黄了 然后 还有一个 上海最大的 剑启城 也黄了 然后呢 这都黄了以后呢 就我很高兴 因为 引起这些众主们 你怎么弄一个黄一个 上口的一些众主 所以这些神器 也稍微的 严格一些 最后就我们能把 尤信 可以 这个 生存下去 最后这个房子还在那里 没有人来 拆一个房子 而且从短期内 我觉得 呃 也不会有 有 有什么威胁 然后我就很高兴的 我就去跟邻居们说 哎呦 开好了这个房子 注意没有拆掉了 但是我发现普遍我的 很多邻居们 他们未必是高兴的 他们不一定有和我一样的感情 呃 我 邻居的邻居的 在上海 上学 后来我发现 他跟我 他跟我不一样的是 我可能一直也是去是去 但是我对那里没有感情 但是他对那里产生了感情 他觉得 可能 那个地方 他可能 相中了 那种 讲 刚才 最早的时候 刘老师说的 那种 那种最早的时候 刚才 他们说的那些 嗯 可能他相中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地方 就上海这个城市的这个地方 他可能 看不起自己 以前的那个土地 他希望跟自己以前的土地 以前 所有的关系 决裂 呃 他们很不高兴表现的 因为如果这个房子拆清掉 哪怕是给 八百块钱一个方便 那好歹在镇上 可能买一套 公寓 两三 两三代人住在一起 哪怕几点 嗯 他们也愿意 当然这个也那么 个人不是特别的理解 当然每个人可能会有 每个人的 想法 因为现在的女孩子 他们出去嫁人的时候 特别看着这一点 可能有套房子 人家是不在乎 但你在镇上如果有套房子 他们还相对真的是 比较容易去 所以说 有的时候这个男性啊 改变世界 呃 女性改变男性的世界观 所以真的是 没有办法 但是真的是 很多人都 都不想 自己的故乡 但我觉得如果一个城市 或者说一个国家的人 他们一 他们没有理想 第二 他们没有信仰 然后 他们连故乡都没有的话 呃 我觉得 嗯 反正 一定是 特别好 因为 有个这样的一个城市 是有唱跳 所以我希望能够到上海 无论什么样的发展 因为其实上海是我的故乡 很多地方 他们 跟我去见证者说 我们一个 学书 啊 什么什么 我都说不不行 我说我是从上海 出来的 真的是非常对爱人的地方 这里是我的故乡 但我真的希望 我的这个故乡 可以让每个来这里的年轻人 可以有理想 就保护 然后有一个真正的可以让自己 融生的一个地方 我相信 这样的一个城市 才是有腔调的 最后是我会要到来的 如果 这个城市最后真的能够是这样的话 真的是让生活更美好 那我就 这里的期盼 是我会 成功的 早日的开幕 但是如果这个城市 让大家生活得很丰富的话 那我们热烈的欣赴他 早日的必顾 所以最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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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 虽然他有些 他有这样的一种信 咱们去管他 如果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听到他说的话 而且是在公共上 我们能够允许 他说这样的话 也能够有人像奥巴马那样 自己称赞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的早日 会见得越来越好 好 接下来最后一位为大家讲话的是陈南青 我不演示了 我对他的喜欢 而且就我这个知识层面上 我觉得能够 我最早能够看到谈到城市的公共知识分子 就是陈南青的文章 所以对他 我真的是很喜欢 我也希望能够在隔了这么多年 看了就是 因为已经出了一本新的书了 我还没有看到 能够听到更好的这个演讲 更好的建议 接下来我们把掌声给他 大家好 很高兴 我非常想知道几位领导对高材谈 很大一点 哈哈哈哈 有听到一说吗 像他那么多 你听他什么说话 因为他的过客是没有生命 可是他站在这个柴底 我也很想知道在座年轻人 如果跟他存在的 不是最为大一点 我非常想知道 然后我今天可能会让你很高兴 好多年没有听到 我在韩讲 我在韩讲 那后我刚才听韩韩在讲 我讲韩